如果你说我对这个味儿总之是有点不行 可以加点香菜 可以包在生菜里吃 这样呢 这个原来的那种味儿 你不太喜欢的那个味儿就淡了 如果正义这时候说 阮老师我不吃香菜 完 全白讲了 那再来 除了刚才那个方法之外 我再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小妙招 可以去掉纳豆部分的发酵的那个 臭味 暂且说是臭味儿 其实吃着还是挺香的 咱们是香味儿 首先吃之前还是得搅 搅拌之后拉出长长长长的丝 让纳豆充分的氧化 这一氧化这个味儿它就少了 然后呢 我们加上一点辅料 来缓解纳豆的气味 比方说呀 我切点小葱 不放香菜 不放香菜 人家不吃嘛 或者呢 挤点柠檬汁 综合一下纳豆里头的那个臭味儿 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没那么难以入口了 关键要搅拌 搅搅搅把这个味儿都散到别人那儿去 对 味儿就大了 是吧 这样就好 其实啊 纳豆的做法非常多的 你可以做汤啊 还可以做小菜 用洋葱或者用辣白菜拌纳豆 做小菜不也挺好吗 这主意好 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个吃法好 还可以简单的用它来拌饭吃 什么卷饼 卷在里头里边还有别的菜 一起卷在里头吃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纳豆这个东西 你要想营养成分都到咱的肚子里去 尽可能的不要在锅里煮 即便熬粥 粥熬好了 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最后讲 加进去就吃 对 这样子呢 里边的活性酶 它就活着 不然的话你都把它烫死了 如果说你说锅里煮一煮 加热到70度 好家伙 活性没消失了 所以我告诉大伙 纳豆是生吃效果最好 就这个状态 最好 对最好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获得纳豆的各类菜谱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这样就可以免费获取 还有更多的烹制菜谱 您可以免费获得 我就想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说一下 一生君能够为人类做的事 之多 你根本想象不到 人要想活得好 他身体里的一生君 必须要做到均诸其背 效率高 对 这样这个人 他才健康 这个一生君难说这些 就到此为止 对对对 不过今天我们跟阮老师 学了好多种 关于臭味食物的制作方法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些食物呢 因为发酵 产生的一生君 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道的功能 使我们的军群趋于平衡 这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获取本期 食材菜谱打合集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还有更多的养生菜谱 等着您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明天